中國間諜氣球入侵美國的駐美代表蕭美琴 有最新回應 在外派兩年半之後 他低調反台數值 針對此事蕭美琴語重心成的說 這件事已經是震撼了美國社會 而臺灣每天面對著中共灰色地帶的侵擾 相信美方也會對此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而相信外界也關注有關2024的總統大選 對此蕭美琴強調 美方其實一直很在意臺美關係 是否能在共享價值 以及共同利益上面穩健推動 特地在胸口別上戰貓的徽章 好久不見的駐美代表蕭美琴 外派兩年半低調反台數值 長官們年底的時候也比較忙 然後又過年 所以就挑差不多這個時候 就是這個背景很單純 整體的台美關係而言 美方一直很在意 這個台美關係是不是在我們共享價值 跟共同利益上面能夠穩健的推動 要大家別過多聯想 但美中近期角力 中國間諜氣球事件不免也讓蕭美琴有感而發 這件事情在美國社會也造成一定程度的震撼 對美中之間的信任 台灣人每天都在面對各種灰色地帶的侵擾 我們的感受 相信他們現在也會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兩岸情勢不僅身處台灣的我們 可以明顯感受到中國的武力脅迫 連來自芬蘭的訪團也強調 台美中三方關係已逐漸抬面化 總統蔡英文府內接見芬蘭國會友台小組 深化雙邊關係之餘 也重申捍衛民主的重要性 中國若想破壞台海現況 民主盟友恐怕不會善罷感受 記得綜合報導